以色列的戰爭 第一時間 它被哈馬斯高密度攻擊 來不及反應 所以據說他們這個鐵球系統 失靈了 球大了 鐵球神話破滅了 以色列現在也傳出了他們要加速 就是讓他們這個防空系統更棒更好 我們來看到 以色列他們傳出了就是說 他們要加入這個鐵樹系統 而且這個鐵樹就是用所謂的 這個雷射防空系統 是100千瓦的雷射將投入這個戰鬥服役 而據說這個鐵樹它的成本比較低 鐵熊來VS鐵樹 鐵熊一枚要5萬美元 但鐵樹只需要3.5美元 而且據說這個鐵樹 是那種雷射激光 它可以攔截火箭彈 破擊炮跟無人機 距離從1500公尺到幾公里等等都可以 重點是打仗打錢 剛剛帥將軍講的錢錢錢 這個鐵樹呢 成本很低 只有3.5美元 台幣大概112塊 CP值很高 你寫的這個資料有問題 有問題 哪裡有問題 因為鐵樹是雷射病 雷射病只能把有導彈性管的 那個飛彈火箭把你性管燒掉 就說你會打不準 但是還是會落下來 不一定打到原來規定的目標 可是還是打在你以色列的本土啊 這個東西最有效的是什麼 對無人機 無人機因為輕薄短小 一燒了就毀掉了 但是你這炮彈火箭彈炸彈 你沒有用啊 你只能讓它失去準頭 聽懂了沒有 它是短距離裡面高功能的雷射 產生高熱把你這個裡面的Sensor 接受後面訊息指揮這個精準的那個東西 弄燒掉了 但燒掉它還是掉下來的 還是炸在你領土上 因為雷射病的距離很短 很短 因為它聚焦不可能聚得很遠 這個武器有優點 當你來了幾百架幾千架這個無人機 它很快搓搓搓搓搓都給你搞掉 但是對於重磅的東西它沒辦法 讓它失去準度 而不是能夠消滅它 它不會引爆 失去準度而已 它有兩個短板 這個鐵樹系統它有兩個致命傷 是沒辦法克服 第一個是天氣 你只要是有雲有霧有霧 或下雨 鐵樹是失效的 失靈的 因為它霧幫你擋到了 霧幫你擋到了 雲幫你擋到了 雨水那更有幫你擋到 所以它這個是沒辦法 只要是天氣不良 它是不能作戰的 第二個 這個鐵樹它是雷射 中共叫做激光 那它這樣子的話 今天只要這個飽和攻擊 沒有關係 飽和攻擊 每五枚彈裡面 有一枚是煙霧彈 它這一燒穿之後 就是爆炸變成煙霧 變成一煙霧之後 鐵樹就失效了 你每次出去 每五枚就有一枚 就跟我們打那個激光炮的時候 飛機打激光炮的時候 你每五枚會有一枚激光彈出去 就那激光彈看你準不準 你看到激光彈有沒有對那個敵機 它是過分 是over還是under 角度是如何 你要修正激光彈 那你這樣子 它發射的這些火箭彈 每五枚火箭彈 有一枚是煙霧彈 你一燒穿著一爆來 就是個煙霧 一煙霧之後 你其他的可以攔截到 五枚又有一枚是煙霧彈 你這個整個鐵樹對來講 整個被煙霧遮蓋了 煙霧遮蓋我們知道 整個黑煙瀰漫狀況之下 鐵樹是沒有辦法發揮戰術的效果 那你又回到鐵穹 鐵穹貴嘛 因為一枚火箭彈的成本價 大概是一萬到兩萬塊台幣 但是一枚我們講到的鐵穹的飛彈 一枚大概120萬到150萬 它的CP值不高 這個是拿這個高價的去打低價的 是一打越多越虧 鐵樹又有天氣跟煙霧彈的限制 所以我們看了 武器也沒有百分之百的 那它另外這個空中 他們說要推出 他們那個鐵樹跟鐵穹聯合 地上以色列工夾傻 有所謂的罪印殺器 就是這一輛D9R 裝甲推土機 它暱稱很可愛喔 它被稱為是小熊或太提熊 但是它是罪印殺器 據說它配備有15公噸的裝甲車 跟這個強化刀片 那駕駛艙也是防彈的 那可以引爆地雷 拆除障礙物等等 同時它也有攻擊能力 上頭這個配備了機槍 榴彈發射器等等 還能夠挖壕溝搭建橋樑 我們來請教一下帥將軍 有這個是不是就可以把 加薩裡頭的哈馬斯成員 所有一舉殲滅了呢 不行 這個東西 它主要的好處是什麼 因為城鎮作戰裡面 對手一定會佈置很多障礙 地雷了 阻擊手了 或者火箭彈了 機槍槽了 就是說讓你一進來有來無回 那這個好處在哪裡 它那個大鋼刀在前面 你打什麼東西它也不怕 然後它本身有裝甲 它自己也有帶來有武器 還有這些廢墟裡面 本來就有阻擊手藏的裡面 還有那個地道的出口 它一邊推一邊埋一邊攻擊 這就是打城鎮作戰的重要武器 這個比假車還好用 假車前面的裝甲比較薄 你碰到那個反裝甲飛彈容易打穿 打這個它那個鋼刀片多厚 對不對 又重又厚 地雷也炸不上它 它連根纏起來了 它在城鎮作戰裡面用途很多了 你譬如說 你發現前面有個機槍槽 它也有40流線槍把你打掉 它也有帶來有機槍 它又可以發現你這邊是個坑道口 它乾脆推過去就把你埋掉了 所以這個用途是蠻多 那打仗的時候 敵人布了有鐵絲網 它一推就過去了 那自己要挖公式 這個車也有用 所以鐵土機本來就在戰爭裡面 是很有用的 我以前就講 我們不是搞動員嗎 我們從來沒有把我們公路局的這個 機具列入動員對象 打仗的時候這些東西迫切需要 迫切需要 你知道我們公路局裡面 很多Casapela 修馬路的 這都在戰術上有很大的用處 很大的用處 修橋 搭橋 修路 鏟除 挖生蠔 挖戰蠔 完全是它 你管動員老不信來有什麼用 這個玩意要找就列管了 以前老講時代 車動會就管這個 所有的車輛能動的東西都列入造冊的 打仗的時候都要動員的 所以你看以色列 它不但動員還把它有強化 加防彈玻璃 加裝甲 加武器 這就比一個戰車好用 但我認為它是平面破障 它有它的效果 平面破障 但是地底破障 它的效果就沒有了 那平面破障包含戰防雷 包含鬼雷 包含地雷 它通通把你挖起來 因為它算重磅 因為它68公噸 我們要一個坦克 大概45公噸左右 它就有68公噸 所以對這些戰防雷 鬼雷 地雷來講 對它來講 可能毫法無傷 但是對下面的地道 它沒有辦法 它不是我們講的 這個潛盾機 就是挖地道 挖隧道那個潛盾機 那個有辦法 對著它這個地道挖過去 所以它這個是 只能說平面破障 沒有辦法做地道破障 然後打這個地道 你看過人家鄉下人去挖地鼠 那個地鼠它不止一個出口 對不對 你要去掏那個地鼠 要把所有的口都堵到了 然後再挖 對不對 你打地鼠是不是這樣 你在這邊挖 它從那個道跑掉了 那它是只要發現有嫌疑 它都給你推平 然後再針對你哪個口子下手 有用的 就看你會不會用 你看我們鄉下人 搞那個地鼠啊 它都要先塞掉它所有的退路 抓兔子 還抓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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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醫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選控